主持人 戴著墨鏡走進北檢 議員徐乃玲再次出庭 美哥如果他們指控不實的話 你要提告嗎 反告他們 2017年徐乃玲捲入米蘭院豪宅 紮賭案後遭楊強榮多次出面指控 讓他氣得提告對方妨害名譽 不過開完庭後 卻遭楊強榮和律師再度爆料 徐乃玲今天他也承認就是說 確實只有這一段錄音 有時候在錄音裡面 那個徐乃玲就講就是說 董子齊跟她是男女朋友關係 甚至雙方有發生關係 徐乃玲不否認 她有講過這一段話 但是她自己講說那個東西是氣話 她從頭到尾說謊 說跟董子齊沒有關係 董子齊告訴我 19歲就跟她在一起了 儘管因為遭提告妨害名譽 但楊強榮似乎沒在怕 不過徐乃玲當天下午 錄完影後接收平面媒體報導 強調她走的直戰的陣 甚至還說去講沒關係 講一次就告一次 心情似乎沒受影響 不過現在又有人要按鈴 對她提告 她講了說 她對這個項目投資了一到兩個億 這全部都是謊言 因為她沒有任何一毛資金到北京 李小姐除名控訴徐乃玲詐欺 她懷疑乃格利用投資民意 拿錢還賭債 資金全沒到北京 根本是詐欺 對此徐乃玲回應 一切交給司法處理 只是案子一件接著一件 現在再被爆料 有錄音黨佐政和女密友有婚外情 究竟真相為何 外界不理看華 三新聞台北眾的